各具特点的女性各自成名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观看本期的无奇不有 怎么在外界的影响之下呢 人们都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标准审美 而恰恰有些人们 从来都不会被这些标准所束缚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那本期的节目呢 无奇不有将会带大家来欣赏几位特别的女性啊 她的名字叫做瓦伦蒂娜 她呀现在可是一名炙手可热的模特哦 刚刚新进为维多利亚秘密大家庭的一员 但是呢你知道的啊 能进入无奇不有大名单的 肯定不是那些异于常人的选手 这位看起来也太普通了吧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告诉你瓦伦蒂娜的不寻常之处 她出生的时候啊是一名男兵 她之前呢甚至都不叫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在小时候啊 就与其他的小男孩有些不同 在八岁的时候呢心理学家认定 她是一名跨性别者 但当时呢 她并没有决定要走女性的道路 然而啊在她12岁的时候 她突然决定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女性的这一面啊 开始自称为叫做瓦伦蒂娜 而且呢大胆的走入模特界 在这条道路上面 她走的并不是非常容易 因为起初啊大家都不认可她的背景嘛 对跨性别者呢还是有一些看法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个跨性别者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时尚界 全世界呢也开始接纳她们 所以说后来呢瓦伦蒂娜的事业也开始出现了转机 她成功的与这个Vogo时尚 迪奥 Mark Jacobs 莫杰 HM这些国际大牌签约合作 冰水一路顺风顺水 成为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第一位跨性别模特 较好的脸庞高挑的身材 丰满的三维不得不说啊瓦伦蒂娜是天生的模特材料啊 12岁的她路子选的太对了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克服困难享受成果 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 日本的文化呢可以说是一向非常多元 从可爱的卡哇伊到英雄横空出世 从搞笑诙谐到惊奇恐怖样样齐全啊 那么接下来出场呢 这位叫做陆路巧本 堪称是悉心十足 诶大一看呢 人们会以为自己碰到了电影里的高仿真的机器人娃娃 但是啊你仔细观察一下 她的灵活程度交互能力皮肤细腻 完全不是机器人所能企及的 所以答案就是 这压根就不是一个机器人嘛 是一位如假包换的日本姑娘 在设计师神木人的高超技巧下 日本女模特陆路巧本在经过细致的化妆 搭配特别的服装之后呢 完美化身为真人娃娃 让人惊喜的不只是她的装扮啊 更有大眼睛长睫毛 甚至甲关节的细节 大家在惊叹逼真至极的同时 不由的脊背发凉 诶这个万一真的是一个洋娃娃呢 钟爱日曼的宅男宅女们 有时间还得多出门走走吧 万一哪天真的碰到自己的真爱呢 汉娜罗斯达尔顿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才是不被定义 什么叫做开创潮流 不需要长长的飘发 不需要产媚的妆容 每天啊这个汉娜都要和男友起个大早 开始定制彼此的造型 剃光头发刮干净眉毛 然后呢在头上覆盖好几层的粉底和遮盖 然后再戴上各种各样的非常奇异的隐形眼镜 配上外星范儿的头饰 哎呀这个回头率100%的妆容呢 就这样完成了 由于地球上很难找到搭配这种风格的衣服啊 这个汉娜和男友呢 索性自己为自己制作了衣服 像什么仿真脚和原地起飞式的高跟鞋 这个充满未来主义的连衣裙 雷人程度啊可以简直是盖了帽了 谁能想到汉娜18岁的时候 还是个每天穿着校服 连化妆品都认不全的乖乖女呢 所以说啊改变自己 从来都不是一件很晚的事情 你们是否曾经设想过 自己有一天啊会变成电影里的人物 幻想着自己呢变成超人或者是雷神 又高又帅又能打 或者呢是沉睡魔兽里的马林飞森 又美又萨又有气质 哎大多数人呢只是看看想想而已啊 而瑞典人皮西福克斯真正的付出了行动 因为非常喜欢卡通人物 Jessica Rabbit兔女郎 她前前后后呢是做了200多次整形手术啊 第一次走红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让身材非常的匀秤 然后她是取出了六根肋骨 后来呢她又做了龙胸手术 风唇手术 甚至呢为了改变脸型啊 还在韩国做了脸部破碎手术 对于手术可能带来的瘫痪风险 皮西福克斯根本不为所动 而这呢还不算完啊 为了能够扮演更多的角色 她还接受了两轮吸止手术 炸弹龙鼻手术 耳朵整形手术 就这儿啊还不是全部啊 她做整形手术呢 就像是过圣诞一样的频繁 很多小手术压根就没有进行统计 以至于美国整形外科医生 特里杜布罗和电视名人保罗纳西夫 在说到她的这个手术和报道邀请的时候啊 都纷纷表示拒绝 他们认为啊皮西福克斯 在整形道路上走得有点太过头了 总觉得自己不够极致美丽 沉迷于此不能自罢 世界上哪有百分百完美的身材和脸庞啊 无奇不有的建议就是 差不多得了啊 身体健康比啥都重要 而对于阿米娜彭迪耶娃来说 直接身披白色长袍就可以出演了 由于她是患有白化病 她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睫毛都是白色的 而全身白色的毛发 并不是她唯一的特征 她的两只眼睛颜色啊 也是不一样的 一只是蓝色 另一只是棕色 这属于是实打实的 这个老天赏饭吃啊 无论是做模特还是做演员 阿米娜一定都不丑资源的 同时拥有傲人的身高 和灵活的身体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应该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吧 阿什利亚马逊 就是这样的一个高个子啊 身高的是201厘米 体重是136公斤 腿长81厘米 腰围和胸围达到了81厘米 阿什利亚马逊 就像是亚马逊河一样的壮阔 精通舞蹈的她呢 经常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合 加上非常友好又外向的性格 逐渐呢 是小有点名气了 然后呢 美国工业金属乐队的主唱 玛丽莲麦森注意到了她 并邀请她一起表演 著名女歌手麦丽·塞勒斯 甚至还邀请她加入自己的舞团 所以呢 人可以没有出挑的长相和身材 但是一定要有出众的才华呀 这个等着老天赏饭吃不靠谱 自己靠本事成功才是真谛 小时候经常去游戏厅里面 玩街头霸王的朋友们 一定对春丽这个角色是并不陌生啊 如果说生活当中能出现 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 很多人一定会去观瞻捧场的 那个您还别说啊 最近真是有这么一位真人春丽 这位美貌如花 但是下肢肌肉堪比施瓦兴格的美女 她的名字叫做袁和荣 很多人呢 在看到她秀出身材的时候呢 都惊呼啊 她应该出现在MMA的这个擂台上面 而小袁姐姐啊 真正的工作呢 却是一名护士 所以说患者们 一定要听话吃药打针 要不然呢 赏你一记 回旋踢哦 白班超模 她的名字叫做温妮哈洛 世界唯一患有色素性皮肤病的一个超模 这位女强人啊 不仅是掌握了众人的赞美 还俘获了NBA著名球星 凯尔库兹马的芳心 可谓是人生圆满 然而她的人生 却并非是一路开挂 小时候呢 因为患有白巅峰 成为了校园霸凌的对象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奶牛斑马 无奈之下呢 她被迫退学 一度陷入自卑当中 甚至想到自杀 18岁的时候啊 温妮哈洛决定走出自卑 大胆地去迎接人生的挑战 她开始积极地参加模特面试 19岁参演了美国当红的真人秀节目 全美超模 2018年呢 她是终于登上了维密的舞台 成为了全世界身价最高的超模之一 后来呢 还出演了天后比奥西的CIA的MV 人生之高度 可谓是登峰造极 所以说啊 人生的苦难 终将是被坚定的意志所击退 预约了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鸿沟 前方近视坦途 那无论是身处什么样的处境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去多多饼干 很多人都吃过吧 巧克力豆镶嵌在饼干的表面 看起来就很可口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 被叫做去多多饼干 那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好的寓意啊 艾维塔就有这么一个外号 因为她全身长满了毛茸茸的大肢 像什么腿上啊 手臂上啊 肚子上啊 甚至是在脸上 所以呢 她从小就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们 欲言攻击 甚至有人恶意相向啊 快去做整容手术 你个怪物 但是性格一向坚强的她呢 并没有被外界的恶意所击倒 甚至呢 还参加了马来西亚赛区的 环球小姐大赛 所以说勇敢地向人们宣布啊 有特点 也是一种美 来自于泰国的杜勇 拥有一双巨大的手臂 具体有多大呢 这个喜欢看漫威系列漫画 或者是电影的朋友啊 一定对绿巨人这个角色十分了解 想想一下 这个绿巨人的手臂 长在普通人的身上 大概就是杜勇大姐的身材了吧 光这双手臂啊 就重达二十公斤 那杜勇呢 每天是光是做举手的动作 就非常的费劲了啊 与刚刚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安娜和加比加西啊 不同的是啊 这个杜勇巨大的手臂呢 不是自己练出来的 而是天生的 知鹤痣 大肌营养不良所导致的 而且呢 这个病症啊 无法通过手术 或者药物根治 导致杜勇呢 一边是忍受着旁边 异样的目光 一边是忍受着各种生活上的不变 只要不丧失信心啊 生活就有希望 这么多年来呢 杜勇已经是完全适应了这双手臂 经营了一家超市 他不仅可以轻松的来搬运大件的货物 也能够整理好货架上的小件物品 手臂灵活程度呢 于常人无异 而且超市在这么大的手臂的守护下 想必偷摸和盗抢 也会静而远之 塞温施马 胭脂非福 接下来出场的美女名叫杰魁琳皮萨诺 我们来一个无想竞猜啊 视频里的她 你觉得她方林几何 大部分人呢 猜是三十出头 甚至啊 有人说是二三十岁 而真实的答案呢 绝对会让人大吃一惊 她呀 有五十一岁了 照片里的两个小孩 并不是她的孩子啊 而是她的两个孙女 拥有如此动靈面容和傲人身材 这个杰魁琳皮萨诺 在网上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性感的奶奶 因其在时尚方面的见解和创新啊 在印象上面呢 已经是拥有了五十多万的粉丝 然而呢 这张青春永驻的面庞可不是什么科技脸 而是最自然的基因遗传 和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锻炼身体真的是一出多多啊 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各位 九座族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坎亚西瑟是一位滑板运动爱好者 但是她和大多数滑板男女们不一样 她没有双腿 但是这并没有限制她用滑板 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没有双腿就更加没有局限了 这一句座游民完美地体现了 她乐观无畏的心态 坎亚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 模特这种职业 所以呢 她派了一些酷酷的照片 发给了几家模特公司 其中有一家立马相中了 她的非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外形 四肢健全的女性需要一些审美的风向 而身体有缺陷的女性呢 也需要潮流 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人人都可以是大明星 想成为模特不一定要有魔鬼的身材啊 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有机会 就像米哈伊尔拉法内利一样 让她成为模特的原因 不是高挑的身材 也不是倾国的脸庞 而是世界上最宽的臀部 据官方记录说啊 这个米哈伊尔拉法内利的臀尾 达到了2.4米 结合她1米62的身高 这个视觉冲击啊 可谓是十分炸裂了 然而 米哈伊尔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大臀 但在她20岁的时候呢 她还是一位正常身材的女性啊 但是生完孩子之后 她身材就开始悄悄的变化了 由于她每天要摄入 高达5000卡路里的热量 比两个成年男性 一天的消耗量还要多 所以身材变化很快 也就非常的明显 因此啊 想要什么样的身材 嘴上功夫 很考验人啊 以上呢 就是本期无奇不有的全部内容了 哪一位女性最让你感叹呢 你有没有汲取到其中成功的秘诀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持续关注无奇不有的频道 当然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哦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